它這個是牛尾魚 嗯 好好吃喔 它慢慢的咀嚼 魚的那種清香 完全不會有什麼油泡味啊 你慢慢的咀嚼 然後就有那個魚的那個甜的味道 慢慢慢慢的吃出來 就越嚼越香的感覺 它那個口感很特別 對啊 它是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又很柔軟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新菜包包 欸 卡妹 我們好一段時間沒有來到 JR東日本大飯店的 Cayase這個餐廳 可是你還好吧 你比較常來 對 其實我們之前有拍攝他們的buffet啊 還有他們這個日本料理 其實我來了幾次 而且我們公司有一次 你記不記得員工聚餐 因為太好吃了 對啊 我們還來到這邊 黃吃 我覺得其他同事也要吃到 現在他們請到的是日籍的料理長 坐鎮在這邊 其實現在每個月它的菜單 會隨著季節做調配的 這倒也是 那料理長呢 它非常的厲害 所以它隨著季節的不一樣呢 以及推出來的菜色呢 它就會不同 那我們就來品嘗看看 聽說他們這個都是晚餐限定的 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吧 鮮布 它是用石斑魚 昆布啊 芥子醬啊 它這個石斑魚是生的耶 它這個醬汁呢 酸酸的 帶了一點芥末香 對 但是它這個搭配這個石斑魚啊 這生石斑魚 就是很清爽 那今天我們來其實這個有點熱 我們說句實在話 那進到這邊 你吃了這一道之後啊 但是整個都開胃 都體味起來 非常好入口 哇塞 你知道嗎 卡妹 我最喜歡他們這種 這種日本的這種傳統料理 為什麼 就是他們喔 每一道每一道都好精緻 對 對不對 真的很漂亮 你可以吃得很優雅 來 我們來看看它的前菜有什麼 它這個章魚鷹竹 因為它是章魚的熟度剛剛好 你可以吃得到 章魚的那種海味之外啊 就覺得起來有點帶甜的那種 湯汁的味道 帆麗貝 上面還有蝦碗 做得真的是好清潔 非常漂亮 如果不是剛剛卡妹有講呢 我剛剛以為這個彈的是什麼章魚啊 它完全是一種干貝的口感 對 因為帆麗貝嘛 它其實很柔嫩 這個是魚喔 我以為它是什麼蔬菜還是什麼的 它這個是牛尾魚 嗯 好好吃喔 其實它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你吃到慢慢的咀嚼 魚的那種清香 嗯 而且它很厲害的是它的油啊 它炸的那個油呢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油 但是你完全不會有什麼油泡味啊 也不會有那種油本身的味道 魚啊 魚肉本身呢 你慢慢的咀嚼 然後就有那個 魚的那個甜的味道 慢慢慢慢的吃出來 就越嚼越香的感覺 對 它那個口感很特別 對啊 它是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又很柔軟 我真的超愛山藥的 真的假的 真的 而且我跟你講它不是單純山藥喔 你有看到它的側面嗎 它旁邊是有包飯的 它的飯很好吃 嗯 它這個山藥切得很薄 反而你吃起來是很清爽 上面是一點點柚子的皮吧 你這樣吃呢 雖然山藥本身沒味道 然後它的飯呢 它也不是醋飯喔 對它也沒味道 但是它一點點的柚子喔 那個這樣整個咀嚼起來呢 真的很有那種春天的那種感覺 各位你知不知道這是什麼 這個是海老洞 蝦子把它做成果凍 因為我放下去 它味道真的非常的濃郁 整個蝦子的甜味非常的濃郁 這個就爆開在嘴巴 它就融化在你的嘴巴裡面 我剛剛還好本來想說一口就要兩片都把它吃掉 幸好我分兩次吃 好好吃喔 這這個好好吃喔 而且它裡面它還是有一點那個蝦子的肉 對 雖然你吃進去 它不是說單純只有果凍而已喔 它是有那個咀嚼的喔 那種香甜的感覺 哇真的超棒 你如果看到現在喔 覺得真的很想來品嘗看看 我也不擔保說下個月一定還會有這個凍啦 至少最近趕快來好不好 電話趕快打 那最後呢 他們一直告訴我們說要最後最後吃 叫做一口鷹餅 完全很好吃耶 外面那應該是糯米吧 它裡面呢 甜甜辣是紅豆耶 是紅豆 對不對 然後它味道喔 它不是淡淡的甜喔 它是味道還滿有一點重 有一點強烈的甜喔 聽說這個是非常的關東的風味 湯來的 一掀開昆布的那個高湯 味道超超超濃郁 而且它這個碗非常的漂亮 誰會想說玩的 它會有這個櫻花啊這麼美 邊喝邊賞 我覺得它最厲害的地方有兩個 它用的是北海道的 利靠昆布 聽說它的那個課點就是說 它拿來熬湯 它的昆布的味道會很濃 第二個就是它這個豆腐 它這個主廚呢 他們做的這個豆腐 跟台灣的豆腐不太一樣 吃起來有一點像麻糬 它這個比我以前 我吃到的還要軟Q耶 但是真的是滿滿的青豆味 它這個口感喔 不跟你講是豆腐 你根本不會想到它是豆腐 嗯 完全不想浪費 它生魚片喔 厲害的地方是在哪裡 我們提供了兩種醬料 一個是它的醬油 另外一個是它的胡麻醬 這個是台灣的古老道的鮪魚 我第一次覺得原來沾胡麻醬也很好吃 我來試試看 真的 妳試試看 接下來我們來吃它這個鹿兒島的青肝 然後日本人他吃是這樣子的 他會把芥末放在魚的上面再去沾 這就是日式的吃法 好的 三回喔 吃起來不是那種很嗆辣 當然也有嗆辣的吧 它有很多種 但是它這種吃下去喔 它會很清香 重點來了 生銀魚 就是我們台灣的無辣魚 生銀魚 那個醬喔 沾一滴滴 真的沾一滴滴就好了 不要沾太多 因為它本身還有帶有很濃郁的海味 這樣直接吃 味道就非常的棒 這個小魚乾真可愛 這個叫做鱘魚南蛮漬 南蛮漬呢 就是東北他們醃製的一種方法 一種處理的手法 它有一種秋田餡的他們的醬油 聽說他們有加一點檸檬汁 怕腥味還用 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它是那個魚小小一條 可是它口感很紮實 你看這一道到底是什麼咧 它這個裡面喔 它有一個燒物 然後一個烤物 跟一個炸物 燒物它是用那個青森的黑蒜頭醬 去烤這個鮭魚 看看它跟我一般的鮭魚是不是 烤的鮭魚 把它咬過來 烤的超香的 真的好香喔 我覺得它有一點點味噌的感覺耶 然後有一點點醬油不多 你看它這個黑蒜頭呢 蒜頭當它它去烤 或者它去煮 其實就會破壞掉 我們覺得那種很辛辣的那個味道 接下來我們要吃主物 它這是鮪魚馬鈴薯饅頭 它是有一點點類似麻糬那種概念 它這好黏稠喔 它這個醬汁呢 好像有一點點薑的感覺耶 完全都不會有那種腥味之外 它把它其他的那些味道 你也很難去講 它就是有點像那種魚肉有沒有 魚漿啊 對 那種甜味 那種好吃的香味 金曼蘆筍捲 我很好奇它外面這個皮 這個炸的這個麵皮 只有外面輕輕的撒一點點的胡椒鹽 它整個食材是完全都沒有放味道下去的 最近我覺得它的麵皮喔 真的非常的香鬆軟 它的這個蘆筍呢 你如果愛吃蘆筍的朋友 它就吃起來就是那種蘆筍的那種好吃的那個味道 可以吃到淡淡的很優雅的 鰻魚的味道 我覺得剛剛這個有點像麻糬的這一個饅頭 是我最愛最愛最愛的 因為它那個吃到嘴巴瀑開的那種味道 它完全顛覆了我們做這個 馬鈴薯門頭的那個感覺 所以今天我們來做鍋子 蘆筍的開吃 剛剛看到Chef在那邊煮 然後有那個味道 而且我們完全不用動手 我本來以為是自己丟自己煮 想不到還有那個桌邊服務 肉丸 對 雞肉丸 它直接幫我們分成三疊 它沾這個醬油 它這個醬油不會鹹 不是那種很死鹹的 又有淡淡的香味 我發現它的湯茄汁是很好喝的耶 雞肉 尤其要沾一點它的湯汁 它這個雞肉鍋很清爽 它連醬油都很清爽 嗯 蔬菜湯的感覺 對啊 這個很好喝耶 聽說一定要吃吃看它的蒟蒻 它絕對不是這種口味路線 可是好細緻 好細膩喔 它這個湯呢 有大量蔬菜的鮮甜味 不一樣的蔬菜 吃起來呢 有不一樣的清甜清爽的感覺 結果火鍋煮出三種口感 來 北日本相當著名的一個烏賊飯 怎麼那麼可愛啊 我一直以為是那個斧飯上面丟個幾尾烏賊 對不對 然後就給狂吃飯 然後派一口烏賊 想不到它是把這個烏賊 要把飯填裝到裡頭再去烹飪 它中間的飯非常的綿密 口感真的很好 尤其它加了這個醬汁之後 那它這個烏賊呢 它是很帶嚼勁的 再慢慢去取去它的烏賊 整個香味就會慢慢慢慢的擴散出來 你一定要把那個芥末拌到醬油裡面 它的味道呢 我覺得會更有多層次的感覺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吃得正開心 突然看到他們端出了甜點 老實說那時我的心揪了那麼一下子 因為今天真的太好吃 真的沒有那麼好吃 所以今天真的是創意十足耶 真的 其實今天吃喔 真的完全都不是那一種很怪的 很怪異很詭異的那一種 是真的都非常的好吃 然後你這樣慢慢的 靜靜的這樣去咀嚼啊去品嘗 那味道真的都超棒的 像這個剛剛端過來 我想這到底是什麼啊 這就是羊羹喔 真的很可愛 這個是肉質口味 對有柚子抹茶跟新鮮茶 光這樣聞喔 真的柚子味道 而且我跟你們我平常都反對你一口吃 這個你真的要一口吃 要連上面那一塊一起吃 看牙糖如何如何 好好吃 搭的上面很好吃對不對 沒有片子的 以前傳統我們剛剛在節目中間的時候 我們還在講說小時候吃羊羹 都覺得好甜好甜喔 那我幫你搭了抹茶 它這個抹茶喔 因為都不甜嘛 最後你一喝下去了 完全沖刷掉 它這個羊羹的甜 這個是抹茶口味 抹茶真的就是要配這個甜點 對不對 配這個羊羹 金萱茶 然後配著搭在一起 真的是絕對配 你也不會覺得羊羹甜 然後你也不會覺得這個抹茶苦 最後的一口 我還是要跟各位朋友講說 如果你真的說喜歡吃美食 然後你喜歡品嘗不一樣的那種感覺 而不是每一次就是吃Buffet 吃Buffet 然後大家都怕吃 對不對 明明吃 就是要過那種精緻一點的生活 真的 你真的來這邊吃一次 我是真的 我自己個人啊 我是真的蠻享受的 這種慢慢吃 然後跟太太跟孩子 然後鮮花家常 然後吃到一個很驚豔 那種感覺真的是非常非常棒耶 所以有時間 來這邊吃吃看吧 今天可以吃吃看吧 天天的月尼尾 有啊 你跟有地的看 看我的心肝 為好在祖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